余生 和香蜜沉沉近如霜超过18万看过的标记 也刚好展示了胡与初圈之间的量化标准 但这种胡究竟是古偶剧这种类型化产品的外部问题 还是作为演员的杨子在同类角色中演技停滞的内部问题 或许还要站在更宏观的维度去看 于是今年杨子的另一部剧《余生请多指教》就成为了参照对象 比起沉香如谢 《余生请多指教》似乎更有报的既视感 杨子加肖战的流量顶配组合 都市背景也更容易让人带入 然而或许是因为本身拍在2019年 套路老旧加上人设重复 直到播完 他所收获的声量与两位主演的流量等级相比 几乎可以说是倒挂的失败 两部大剧的口碑滑坡带来了一个讨论杨子的节点 从演员生命期的维度来看 今年就要满30岁的杨子 也确实正在跨入新的时期 从童星一路走来的他 或许是同代女星中最深知容貌焦虑的那位 那段被人反复提及的采访内容 宋丹丹对杨子长成这样 还是别演了的善意劝告 虽残酷 但也道明了真相 童年时期的杨子 尚可以靠角色的年龄限制 自身的平民度在这标准之外行走 但当他长大之后 就不得不面对成人世界的审美标准 我们看他们是在进入传奇 这里悖论的是 从受众心里来说 不够美成为杨子成功的关键因素 但从行业标准而言 不够美又成为施加于他的外貌焦虑 他为此做出了选择 也付出了代价 身为女性 活在其他社会场域中的他们 会有更多选择吗 也应该是没有人 如果有重心的关键 连娱茸茸茸茸茸茸 你会把这变成功的关键